欸 小卡 很慢很慢 好像真的一個小時後才會剪 慾望會是好的 嗯? 這個是 可以下回去嗎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仙貨報報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酒店領心路 我們今天來到的就是我的地盤 桃園 我今天要介紹的景點 我都沒有去過欸 所以我現在是非常的興奮 今天是會有吃美食的行程嗎 想吃 想吃 可以可以 因為我本身雖然有在 保養體態的部分 但是我只要一聽到美食的部分 我就 先不忌口了 而且今天還有很多什麼 吸取芬多金的散步行程 還有 美女不能只是花瓶 我需要吸取一些 深度的文化景點 走 我們現在廢話不多說了 手機拿好 因為有非常值得IG打卡的行程 GO 第一個我們來到的是虎頭山公園 我非常小的時候有來過這邊 但是我今天來到這邊的時候發現非常不一樣 因為有奧爾森林學堂 你們看看 小木屋 這個叢林的感覺 還有後面有金國莓園 聽說四五月的時候會有童花 好可惜我們現在已經沒有了 但沒有關係 因為這邊來幫我上個特效 這邊就有一個花給你們看看 所以現在在虎頭山公園有一個 美麗的花圖站在這邊 還有後面這邊也有很多兒童的遊樂設施 你們想要看我溜滑梯嗎 好 好 寶貝我們想要溜滑梯 我想要溜滑梯 那有鏡頭要 那個點頭 好 好啊好那我們走 GO 還控制 是這樣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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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囉 下面見 GO GO 欸 小卡 很慢很慢 好像這個一個小時 好可惡 我要出來了我要到了我要到了 結果是用 踩的 要跑回去嗎 等一下 我有沒有想跑回去好像不去 算了 我發現虎頭山公園雖然在半山廊的部分 但是呢它的坡道有很多是無障礙坡道 非常貼心欸 它也很適合老人小孩來這邊喔 這邊竟然有烤肉區欸 我覺得虎頭山公園真的是可以一整天待在這邊放鬆欸 請幫我K一個那個帥哥 你也好適合拍婚傻喔 對啊 我都不知道桃園有這個地方 我都不知道桃園有這個地方 踢得出來嗎 盡量 再融合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桃園中列祠記神社文化園區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整個 我好像在日本一樣欸 那我整個人是不是變得很可愛的起來呢 但是呢 這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就是 我現在可以穿和服體驗欸 大家還等什麼 我們走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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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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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現在穿上和服了 大家有沒有覺得戀愛人呢 我接下來就是穿這和服帶你們來這邊 逛逛 我們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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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到底什麼東西好吃 那我們今天來到桃園忠烈池季神社文化園區 這邊都會有專業的導覽也來跟我們講 我想問一下 請問這邊的特色是什麼呢 我們桃園忠烈池季神社文化園區 整個園區是目前全台灣 也可以說是日本海外 整個神社建築保存最完整的一個區域了 因為有些地方大概都移平了 或是只剩下一些簡單的歷史殘跡 因為都是木造的房子 上面都拆掉 底下的遺址的部分都還留著 譬如說我們比較熟知的 有九份的黃金神社 還有台東路也神社 彰化的園林神社等等 整個我們園區來講 早期都是用台灣的檜木來做的 大概超過95%以上都是台灣的檜木 那麼整個建築群也都沒有改變 那只有做一些修散的部分 那很特別 非常值得來參觀 我最期待的行程來了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錦上豆花 你們看 它有三個口味 這個是原味的 然後是芝麻還有抹茶 很重要的是聽說這個豆花啊 它有用寒天製造的 所以它有低熱量還有加入膳食纖維 怕胖的女生 這完全是你的最愛 很香 豆味很重 豆花本身呢沒有很甜 但是加上旁邊的糖水的部分 搭配起來完美 接下來是芝麻口味 但是呢我本身對芝麻呢 我的印象就會是 比較有點燥熱的感覺 所以 我對這一碗芝麻口味的豆花呢 就保持著一個小問號 很香的芝麻味直接衝上來 而且我剛剛不是說 我很怕有燥熱的感覺 它的芝麻完全不油不膩 搭配那個糖水搭起來 很清爽耶 很特別 因為呢 聽說他們的抹茶豆花 是用日本的靜岡抹茶粉來製作的 所以我一開始會覺得有點苦味 但是呢你還沒感覺到 苦的時候就會有個香氣上來 所以這樣搭配真的非常棒 還有它的三個豆花的口感呢 豆花然後又有點布丁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點QQ的 但是我入口的時候就直接化掉 請問你有最推薦哪一個口味嗎 三個其實都蠻推薦的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芝麻香 然後抹茶的話它自己會有一個苦味 然後我本身推薦這邊是因為 那電源蠻帥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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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走過來的原因就是因為 電源好帥啊 我就過去看一下 那來到這邊呢也會看到有很多風靈祈福卡 有非常多人在這邊許願 祈求一下心想事成啊 那我既然都來到這邊了 我也想要來購買一下 許個願望 請問可以給我10張的寇打嗎 因為我蠻多願望想要許的 我看到現在在場應該大家都會選擇這個 一夜暴富 哇 這個我也不要加一夜 簡單麻煩倉庫圖我都拿過來 哈哈哈哈 我不要一夜我要一輩子 好來囉 大家看好囉 它是這樣子好可愛喔 希望會是好的 嗯 這個是 墨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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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會越來越好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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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猜我去嗎 哈哈哈哈 這邊呢還有一個可以放鬆喝下午茶的地方 就在我身後的這個 No Worrying咖啡店 我現在要來吃 焦糖布丁口味 非常一般的口味 哈哈 味道非常不一般 很嚴重性的好吃 我以為我正在吃焦糖布丁 老闆你剛才是有偷加什麼東西嗎 它味道完全要深還原耶 好好吃喔 那個機器有在賣嗎 好好吃喔 請問你們要點哪一個 你們要點哪一個呢 你們要點哪一個呢 我差點 你們要點 點 選太久了 這個好了 太好了 選有點久 我來吃一下 這個眼睛 好可愛喔 嗯 就是眼睛 謝謝 很香的栗子味道 它就是不會很死甜的那一種 因為我本身是自己喜歡吃蛋糕 所以我蠻喜歡它這樣的口感的 所以很推薦大家來 然後呢還有特別的是 它這邊有調酒 不只這個顏色非常漂亮 而且如果你沒有喝的話 擺在那邊就非常像藝術品耶 我非常開心 因為我真的是第一次來 身為桃園人的 我竟然不知道這個地方 也太晚知道了吧 以後呢我要帶我朋友過來 因為我非常推薦的是 如果是假日的話 這邊有事情 你可以跟姊妹一起換上和服 讓人以為你就是在日本一樣 還可以在這邊 喝喝下午茶 吃吃豆花的 真是一個太棒的地方 歡迎大家一起過來 記得要打卡給我看喔 這邊是桃園最大的文廟喔 它是全台唯一有孔子神像的一間孔廟 好美 來到這邊好像有點想出國了 我頭尾都摸到了 謝謝